注意看 画面中两条狗子 主动上前盘喂一个野狼群 出现在这个墓地 它们是真的雕 再看这个狼群数量有八匹 它们聚集在一起做防御姿态 画面中的两条牧羊犬是马瑞马牧羊犬 体重在35至45公斤左右 长得憨泰和聚 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 但在意大利它有野狼粉碎机一程 说个世纪以来 在意大利一直用于保护羊群免遭狼群袭击 而这群狼则是七夕 在意大利半岛西阿尔卑斯山和阿佩宁山脉 灰狼的较小亚种群 体重只有25至35公斤 但在狼群战术下没有猎物可以逃脱 回到视频中 两条马瑞马牧羊犬虽然孤立无援 但它们都侧身 坚定的竖起尾巴 看起来尽可能的高大和吓人 然而狼群凭借种群数量 对它们发起试探性攻击 这时两条狗子也意识到事情不对 虽然它们经常驱离野狼 可本次刮不敌重 它们只能选择有组织的撤退 狗子们很聪明 面对狼群它们没有仓皇后生 也为这很容易让狼群以为它们胆怯了 对它们发动猛烈袭击 虽然马瑞马牧羊犬都摇着尾巴 但这并不意味着友好 它可以表示兴奋和刺激 在反观这群野狼 虽然两条马瑞马牧羊犬 在数量上不占优势 但它们表现出来的相当的镇定和从容 让野狼有些投鼠机器顾虑重重 不敢真正发动袭击 所以本视频考虑到狼群压道性的数量 它们只是表现的有点途中 而并不是牧羊犬投敌